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Lode.js,是这个消息服务器开发这一系列课程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四讲 这一讲主要讲什么内容呢 这一讲的内容呢,主要是我们的基础聊天室服务器的一个实现 这里呢,我们得首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节课呢,我们说了是这个TCP的一个双向通讯 然后也认识了我们这个Soctis这样一个事件 还有Saver端的一些事件 那么我们这个基础聊天室的一个实现的话 就要借助我们这个TCP的这样一个双向通讯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事件 来实现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聊天室的一个效果 当然这个聊天室肯定是很简单的一种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有三个点需要为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TCP的一个聊天室的一个通信 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上节课和上段节课里面 都已经学习了这个TCP相关的这样一个通信的一些代码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来做一个基于TCP的一个聊天室的这样一个通信服务器和客户端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指示点 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Load程序里面相关的一些东西 主要呢,是Load的REPL 那什么是REPL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REPL就是说我们的什么呢 RedEva Printed Loop 就是什么呢,读和执行的一个,读执行打印的一个循环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交互式的一个解释器 这个解释器呢,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用过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CMD 其实它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交互式的一个解释器 比如说我们输入指令,它会帮我们做一些处理 然后给我们输出 然后呢,根据我们的一些操作来进行返回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REPL的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工具 它呢,就是说什么呢 允许我们在这个终端输入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CMD终端,然后可以输入命令 然后呢,这个系统就会给我们相应的一些信息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REPL的一个东西,一个点 好,那么第三个点是什么呢 第三个点呢,就是一个趣味的一个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Console Chart 它是做什么东西的呢 从我们这个名字也可以大概看得出来 它呢,首先是一个聊天的一个程序 那么,是基于什么的聊天程序呢 是Console Chart 那么就是在控制台下的一个聊天程序 那这里面,大哥会设计的什么内容呢 很明显 这它里面包含的一些内容的话 就和我们这节课的几个点有相关 所以呢,它包含了这样一个TCP的一个通信 也包含了这个load的REPL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解释器 好,所以呢 我们这一颗主要内容就是来实现一下这个趣味的一个小程序 让我们真正的从代码层面来培养我们的这样一个兴趣 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编写一下这些代码 好,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把这个04给建设 既然是聊天程序 让我们很明显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需要一个SAVER 记住了一个标准的一个load代码的一个格式 newstruct 不管怎么样,先写上 那么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先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LET包 给弄好 然后既然是SAVER的话 我们很明显是通过LET 创建一个SAVER 好,这个SAVER呢 来监听我们的什么事件呢 客户端连接事件 这个地方其实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实现过了 我们这儿呢 再手中的敲一次 加深一下印象 好,注意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客户端 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之后干嘛呢 既然是一个聊天室 那我们需不需要来保存一下 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的connect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存一下我们的connect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存呢 socketlist 存一个什么类型呢 set 这个set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ES6里面的新增的一个东西 它呢和宿主有点像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用于保存 socket collect信息 好 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我们当前的这个socket 给它添加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用户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把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给成 连接好了 保存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事情呢 连接好了之后 我们肯定会做一些事情 这个说什么事情呢 首先呢 是 发信号 发消息 发消息之后 发消息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客户端发送消息 好 想一下 当我们客户端发送消息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就需要把它分发到其他的一些客户端去 既然是聊天 那肯定需要一个服务这样的一个分发 那这个分发的代码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首先当客户端发送消息来了之后 我们就能够接受到这样一个消息了 那把这个消息又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消息怎么做呢 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循环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socket 但是这儿呢 我用的是connect这样一个代码 这里就会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socket和我们的这个connect相等 那么就是本身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发送出去了 那如果不是 给不是发送者的所有客户端发送消息 发消息怎么做呢 发消息我们很明显已经在上几课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write 我们数据都不用变 直接write出去 好 格式化一下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发消息的这样一段代码 那除了发消息 那除了发消息 当我们这个客户端死掉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呢 如果没 如果不做处理 那这个地方这个write 那么它就会报错 那这个时候 所以说我们就还需要处理什么呢 socket 我们不管怎么样 当它close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has error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错误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管怎么样 只要客户端已经死掉了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socketlist来怎么做呢 delete我们的这样一个socket 把我们这个socket给吃掉 给移除掉 因为它已经死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移掉 移掉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再可以 给我们的这个服务端来一个通知 就比如说客户端 断开 当前客户端数量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的数量 注意了 我们可以用这种语法 在使用这种语法的时候 我们这个 两边的一个符号 就要变成这个上点 这样一个符号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用 看一下 有属性是哪个 这些A的 这个是方法的图标 然后size呢 它是一个属性 看一下 是一个数字类型的属性 好 这样也就完成了 当然 我们还可以 再打一点消息出来 是否异常推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hasAzo打进来 好 那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服务器就实现好了 看一下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客户端 退出时 关闭 其实这个叫什么呢 关闭时 包含 一场 关闭和 正场 锤出 客户端 关闭时 从客户 从客户段列表中 删除 当前 当前 连接 对象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服务端的一个代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先让它什么呢 跑起来看看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做 我们除了这样的代码之后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呢 我们想想 好 这个时候不能忘了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监听 一个端口 监听端口 启动 服务器 好 启动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回掉 以前我们的这个做法里面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 合适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地方会不会报错 那如果这个时候 通过回掉的方式的话 它就绝对不会报错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这里面去 打印了 因为既然回掉已经成功了 所以它就 表示它已经 成功启动 没有错误 我们看一下 这个8000的这个端口 我们可以怎么来获取 我们可以把这个 address 等于saver.address 然后这个端口的话 其实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来进行写 看一下 Port 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启动看看 好 saver started 你看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服务就启动好了 那服务启动之后 我们就要来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时候就要来实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那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又该怎么来写呢 很明显 还是先把我们的这个collect.js 先给 实现 先给 创建好 老规矩 先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 酷 先给全部 由crow进来 net 注意了 首先呢 是什么呢 我们既然要实现一个聊天 我们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发送消息 就完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方向通讯的话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connect 等于 nab connect 什么呢 我们来配置一个Port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 接收我们的这样一个 消息了 这里我们就可以打出来什么呢 连接服务器成功 聊天 已就绪 好 这个是连接成功之后 那除了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既然是聊天 我们肯定有一个发数据 也有一个收数据 那么在我们收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来解析这个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就需要做约定 好 当然我们这个 以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把数据的一个发送和解析 都以 jason 这样一个格式来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收数据就可以打得出来了 那除了收数据 我们还需要发数据 write 发数据 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需要 来定一个data 然后呢 我们要 因为这个data呢 是一个buffer 或者是一个sign 就是说 字符串型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一个对象 转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来转换了 作为一个聊天程序 那么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nick name 泥称 这里我就用g这个名字 然后呢 是我们什么呢 message hello 那当这个collectorwrite的话 就是我们write我们这个data 就完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这个server已经启动了 我们就暂时不管它了 我们来起两个客户端 好 我们来看一下server server我们这样重叠来看 好 这样 collect1 看一下这里单词写错了 所以说它就会在这报错 我们都没看到 好 load connect 好 连接服务器成功 聊天已就绪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在这边启动的时候它会干嘛呢 我们看一下 连接服务器成功 聊天已就绪 然后它发了一个消息 发了一个什么消息呢 你claim message hello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的这样一个 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消息已经发送过去了 好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通信就已经通了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虽然说已经通了 但是我们没法 就说聊天的一种方式去做 因为我们没法再进行一个交互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引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repl 那这个该怎么用呢 同样的requelrepl repl应该怎么来使用呢 其实我们把这个客户端改一下 我们先把这种注释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repl来怎么做 repl的话其实是一个 repl instance实力 它呢是通过这样一个start 这样一个方法来启动的 这个里面的话 好 我们就这样就启动了 启动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我们把第一最后一个拿来做改 拿来重新启动 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执行我们的这样一个命令呢 比如说 1加1 看一下 当我们执行1加1它就变成了2 1乘2 2乘2 看一下 它是不是能帮我们解析 这样一些东西 但是既然我们是要聊天 那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肯定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是 可以发送我们的这些消息 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因素 就知道这些东西 我们是一个人的事情